高血压人群运动的好处是什么? 适当的运动可以改善高血压人群的健康状况, 降低血压,减轻心理压力,提高生活质量。 推荐高血压患者进行以下四类运动。 一、步行慢跑。 步行和慢跑是适合高血压患者的有氧运动。 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压, 改善心血管健康。 在进行步行和慢跑运动时, 要穿着合适的鞋子, 避免运动过程中脚步受伤。 同时,运动前要做好热身活动, 以避免运动引起的肌肉拉伤和其他伤害。 二、游泳。 游泳是一项对心血管系统和关节都比较友好的运动。 通过游泳,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, 提高身体的代谢率。 在进行游泳运动时, 要注意水温和游泳场地的卫生状况。 游泳前要进行适当的热身活动, 以避免受伤。 三、骑车。 骑自行车是一项可以锻炼心血管系统和肌肉力量的运动。 骑自行车时, 要注意安全、戴好头盔, 选择适当的路线, 避免交通堵塞的区域。 同时, 还要避免长时间骑车造成的膝关节和骨盆的压力。 四、太极拳。 太极拳是一项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, 对心血管健康和身体平衡都有很好的效果。 在进行太极拳运动时, 要避免过度用力, 避免在寒冷或潮湿的环境中练习。 需要注意的事项, 在进行运动之前, 要进行适当的热身和放松活动。 在运动过程中, 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, 如有不适要及时停止运动。 同时, 也要避免过度用力和长时间的运动, 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好的, 本期内容咱们就谈这些。 喜欢请点赞、转发。 你可以关注高血压的哪些事, 学习更多知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